本节目由老中网与牛角融媒体联合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 我是Sonia 今天要来品尝的是 南湾Monterfuel市区Castro街上的 Alexander's Patisserie 住完去享富盛名Alexander集团底下的其中一间店 他们最有名的是Alexander's Steakhouse 下次就会带你们去吃了 但今天这间甜点店也是很厉害的 以融合美式创意料理的法式精致甜点出名 那我们赶快进去吃吧 Let's go 第一道这个是Lemon Tart 超级漂亮的 我根本舍不得把它破坏 它还是要破坏 我来吃它的内馅 它里面酸酸的 然后它的这个塔皮啊 是单吃就很好吃了 再来下一道是这个 Rose Tiramisu 那我现在呢 就来吃给大家看 它的味道太多层次感了 我不知道该先说哪一个 酸酸这个红色这个红莓 在里面 然后还有这个 也很像是蛋糕企 就是提拉米苏它底下的那个 饼干 所以它整个这样子 包下去超多层次感 这个呢 看它的外形超级可爱 有没有很像枕头 它就是chocolate pillow 嗯 所以这道非常非常的浓 这道呢一定要配咖啡喝 不然会还蛮腻的 然后我刚好也有点它们的香草咖啡 下一道是这个 有没有小巧可爱 这叫做mini trial tart 所以它这三个塔呢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味道 我每个都可以一口就吃掉 到底小的诶 好像是这个 这是红莓上面有开心果 就是开心果的味道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开心果 但是这一道呢 配红莓 就是稍微把开心果的味道 然后盖过去一点 所以就搭 下一个 这应该就是那个柠檬茶吧 你看长超像的 上面就是那个白白泡泡 嗯 跟柠檬茶的味道一模一样 布朗尼蛋糕底 然后再加巧克力慕斯 这摆设超用心的诶 从这边到这边 就是一个蛋 但稍微重 很重 所以你看 吃过去呢 刚刚好 除了蛋糕以外呢 它们家还有这个 我称它叫米幻丑丑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这颗超特别的 它不是薰衣草 它也不是芋头 它是乌龙茶 它是乌龙茶 我其实吃不太出来 有乌龙茶的味道 我先喝一口水一下 嗯 有了 非常非常的蛋 你要稍微等它一下 它会慢慢的跑出来 超推荐 紫色的 除了甜点以外呢 它们家的 croissant 也非常有名 像我今天就点了这个 抹茶 croissant 是很重的那一种 通常 croissant不是要轻轻的吗 哦 嗯嗯嗯 真的还实料 它的重 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 抹茶馅很够 没有甜味的抹茶奶油 所以吃起来就 不会很腻 然后外面的抹茶粉也 没有什么甜味 然后我现在呢 就要继续把这些甜点给品尝完 这间店呢 它是开在Google附近 然后这间甜点很特别是 它从早上8点开到晚上11点 不管你想要饭烘甜点 或是吃宵夜 都可以来这里 那大家如果想看我做什么 跟吃有关的影片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这是娘代理购买 这是娘代理购买 是娘代每天是娘代都是娘代的 而且是娘代的 好处 熊代理购买 好处 是妈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